HELLO 大家好,我是妮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RO跟卡波的合作活动 这个活动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打卡活动 游戏里面的任务有限制是100灯以上才可以解 不过这个登录打卡的活动是大家都可以解哦 在游戏里面挂满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官网的活动页面 登录,选择伺服器,进行打卡 只要打满10天就会有一个卡波利 这个卡波利它是不能交易,不过它可以附魔 其他打卡会抽到的东西有这些 它会直接寄到游戏的信号里面要记得领出来哦 另外这种打卡的任务都不能跨日 只要有跨日就必须重新登录 它才会再重新计算 当日时数只能当日领 所以如果你是在今天打满一个小时 你必须在12点之前就去领 不然隔天就会直接重算哦 再来是卡波今天吃什么呢 到爱尔帕兰中间左下角 找卡波的主人拉拉接取任务 它会要求以下十组道具的随机一组 我们一个一个讲 牛奶跟牛奶商人购买 肉跟肉品商人购买 美味猪肉跟各城镇的宏物商人购买 好吃的鱼 找艾尔贝塔的料理材料商人购买 蛤蜊肉可以去绵绵岛 左上角的星光珊瑚地带 打红海星 里面也有一些贝壳摩铃 或者是可以直接去回各南沙灘打 野猪肉打野猪或是小野猪都有几率会掉 不过几率蛮低的 牛头肉掉落几率最高的应该是狂猫米洛斯 如果你要用走的去的话 你要先从古城修道院进去 左边传点进去 右上传点进去 一直走到底 或者是可以直接导航飞进去 另外米洛斯跟梦耶米洛斯也会掉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那剩下的烤野猪跟米洛斯烧肉 这两个都是基因的调配料理 所以你只能用基因做料理 或者是直接跟玩家购买 就是旁边路线商店都会卖 那咖波青天吃什么呢 大概就是这样 取得道具之后回来找拉拉 他会给你一个咖波的蟹礼和一个小时的buff 拿了20个咖波的蟹礼之后 可以再找他换咖波宠物蛋 因为蟹礼不能交易贩售存仓 所以你必须一个人物单独解满20次 再来是咖波二坏了 这个任务解完的时候 他会给你这些道具的其中一项 其中有一张猫猫虫咖波卡片 要注意他只能插在右边装饰品 跟艾尔帕兰中间左下角草皮上的咖波讲话 他会告诉你他想吃的美食 然后请你带路 总共是这八个地方随机抽一个 我们应该可以讲怎么去 首先是普隆德拉都市美食 他就在西门卖花的上面 这个位置 靠近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不会出来 再来是艾尔贝塔的进口渔货 他在北边港口这个位置 克摩岛当地美食 从孟伦克传到克摩岛 然后绕过火山 在烤肉区他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回葛田园美食 我们从猪诺搭飞空艇右边国内线 前往回葛 他会在这个位置 绵绵岛到章鱼美食 在义士鲁德岛右上角港口 找猫二客豹们传到绵绵岛 往左上走 到两个柜台中间 他会出现在这里 再来是精灵美食跟巨人美食 中央水池下方 找不然的城市传送人 传到营地 往下走 找猫咪传送师4号 这边如果你是姐精灵美食 就去史普朗庄立 巨人美食就去摩陆克 传到摩陆克之后 往旁边传点走 然后跟着路走 他会出现在城门的这个位置 吸灵美食 一样到了之后 往左边传点走 然后跟着路走 他会在这个位置 最后是双层纯牛肉 他在考古去猪诺找喵卡普 传送到优佩蕾斯梦幻秘境前 如果你有解过梦幻秘境任务的话 找这位电梯小姐可以直接帮你传下去 如果没有解过的话 就走优佩蕾斯 然后到右下角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没有红电的 进去之后 往下面走 然后跟着路走 就会到考古 再往上走 一路往上 卡普会出现在路克的旁边 因为路上比较危险 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 可以请人帮忙传送 或者是直接在导航找到 贝鲁兹中央广场传送 写完任务之后 他就会随机给你一个道具 那这次的合作活动呢 还有两个服饰 是在转蛋 卡普出奇蛋里面 一个是我觉得很可爱的 卡普贪吃蛇 他会在旁边跑来跑去 一个是披肩的卡普包 这就是测试协同的时候到了 不过这次的活动 感觉好像都在测协同 那任务介绍就到这边结束了 祝大家转蛋 都可以冲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任务都可以冲到简单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和分享 拜拜 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